嘿喲聊四季 天氣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西西伊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黑拉選擇了這個西班牙人 那我這邊說選擇 並不代表是他們自己選擇 他們其實都是玩隨機的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 只是方便 大家觀看的時候比較好 有這個認識 那我為什麼會去解釋這一段呢 是我發現最近有些新觀眾進來 會有一些斷章取悠 或是從中作梗的情況 就是我現在會說的比較簡短一點 只是為了影片的流暢度 那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可能還是要回歸一些 補充一些說明 當然可能87%的觀眾 都已經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是還是有少量13%的玩家們 或是觀眾們 可能還是有點不太了解我在說什麼 然後就以為我在講Web 之類的 這個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要習慣一下啦 新觀眾的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畢竟每個人的播報風格是不同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這個能力呢最大特別是 每研發一個科技呢可以獲得20黃金喔 那這個能力的延伸呢 有個方法就是可以打3棒棒 不需要挖黃金的喔 你研發支部之後獲得20黃金 然後3棒棒按下去還不需要挖的 那你升到封建時代的時候才需要再花一點黃金喔 去升那個裝甲步兵啊或是工兵喔 做一個接續 那如果西班牙人封建時代要打工兵的話 也需要注意一點喔 就是因為他城堡時代不能升奴兵 所以你封建時代工兵就不能按太多 可能按個6隻工兵之後要配些戰毛兵喔 配些毛兵做個搭配會比較好一點 那西班牙人後期組合呢 是適合打遊翔跟這個西班牙人征服者 那垃圾兵的部分是全部都有 所以不用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值得一提的事情是 他的垃圾兵沒有特殊能力的關係喔 所以很容易會被有這個特殊能力的肉麻 像破爛的大肉麻或阿茲特克瑪雅的戰毛兵喔 給反打回去喔 這個是你後期沒有黃金 跟垃圾兵互打的時候需要注意的狀況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是道特 道特這邊是選擇了西系里人 那西系里人呢一開始石頭會加100 那因為是他的城樓是需要175石頭的關係喔 石頭消耗量極大 那如果你前期沒有打城樓的話 就很容易可以省下這些石頭 然後直接蓋城堡 但是現在比較流行在阿拉伯的打法 就是在封建時代喔 下一根城樓 在這個黃金礦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就不錯 像一個城樓 然後這邊伐木場 然後礦區這樣子 高地守然後家裡維持 然後就直接農到城堡時代 地龍時代 然後抱齊一次打 這是比較最近西系里比較流行打法 那西系里人呢 後期呢的搭配組合 是打這個鎖之甲騎士 配上薩金特衛隊 是比較常見喔 騎士也是可以打強弩的喔 但是強弩是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要打 例如在對面爆出一堆擊兵阿 或者是步兵單位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才要去出這個強弩喔 不然的話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出這個重型投死機喔 因為西系里他有中頭以外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圓層單位的時候 盡量選擇這個強弩跟重頭 做一個搭配 好 那西系里人呢 除此之外 每升這個一個農田科技呢 都會增加這個肉量產生 農田肉將會再多個一倍左右 那長期數值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個影片的 開頭的處 這個農田有稍微解說一下 那西系里人呢 他的這個特色 我覺得最近的這個幾個月的META來說 還是比較適合在封建時代喔 插塔然後出毛兵阿 然後擊兵稍微防守 主動出擊的可能性喔 會比較差一點喔 當然也是可以打馬俊那些喔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 或封建時代初期 中後期的時候 還是很容易要變成一個 轉手為攻的一個狀況 不能一直攻一直攻 我發現一直強行進攻西系里喔 好像很容易說耶不知道是什麼 即使他有城樓 打輸的成分還是有點高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DOT這場都不會打快攻 好 那先來看一下這邊 黑蘭已經點下了 西班牙人的19P 那最近的P數喔 真的是越來越早 我們現在最近有看到 最極限16P喔 17P 16P的都出現 16P我忘記是什麼問題 但我看到我真的傻住了 16P也能打 好像是蒙古吧 這個打獵也會超快的 然後他一開局就看到他那個野豬喔 然後吃了第一隻羊肉 馬上吃野豬 然後鹿趕快推 然後惡目開 然後全部補 補這個打獵喔 16P就可以點封建時代了 超扯的 現在這個Meta喔 真是越來越快了 好 但是現在這個Meta 就是19P的版本喔 對於新手其實來說 是不太友善的 好 這邊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先打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邊 黑蘭這邊偷織布喔 你看 他這邊封建時代為什麼這麼早上 因為他少按了一個織布技術 這個死了 哎呀 果然啦 被制裁了 那道德這邊則是很標準的喔 點下織布技術喔 黃金少了50 所以血量是40D寫的 好 我靠真的要來開稿了 哇 道德這邊成樓開稿戰術 想說先搞果子吧 前期封建時代的果子 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好 這邊先下一個房子 怕卡人口嗎 這邊其實人口是夠的 他可能再看一下 決定要插哪裡 我覺得插這個位置是不錯的啦 插得更完美喔 不想讓人家發現 不想讓人家發現 那這個成樓呢 現在還可以出這個長槍兵來用 非常方便 但是好像不能產這個 還是也可以產這個薩金特衛隊 我覺得薩金特衛隊跟 長槍兵都可以產的樣子 就是兩者單位都可以做選擇 蠻方便的 還是我記錯了 如果我記錯的話 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我記得是可以產長槍兵跟這個 薩金特衛隊的 喔可以啦可以啦 薩金特衛隊可以產 因為我最近沒有玩西西流 記得是可以產 好 那我們來看到西班牙這邊喔 西班牙這邊兩隻吃都走得出來 OK 這邊先追一下 那現在是三次齁 三次的話 對於西班牙來說 前期算是一個蠻標準的開局方式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後期可以打遊俠的關係 所以風劍士帶來投資一些品種 或是一級攻 或是馬卡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都可以接續後續的 這個西班牙政府者 的品種的補血 跟遊俠的這個防禦攻擊力 好 這邊 陳柔繼續按槍兵 還是薩金特衛隊只能敲城樓 把他不能產出來 最近記憶有點曖昧 我記得有一版 他說 城樓可以產薩金特衛隊 你知道這個世紀立國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每次改版的時候 他都會在事前釋出一些消息 然後說 我跟你講什麼文明可以怎麼樣 然後結果正式改版之後 那個文明的能力又消失 所以可能會造成這種記憶錯亂的問題 所以記憶士Biper啊 道德他們也是很常出現這種問題 就是 欸 原來沒有實裝啊 這樣子 我們就講之前好了 最近的改版 就中國版是說要改成加二人口 加二人口開局 結果現在正式版還是加三人口 加三隻村民 直接開局的方式 所以這個有時候真的記錯 真的是不好意思 但我也是很努力去記這些新資訊 因為從2018年喔 記到現在喔 這改動的東西太多了 嚴格上來說我是2017年開始玩的 2018的話算是有開始在練喔 有跟天空熊跟Chip一起玩 所以會比較有那個 比較多的知識喔 好 這邊 道德這邊 我靠 直接圍一個超級長條形 我的天 但是還沒有圍死 哇 這個四隻進來直接爆炸 道德這邊進攻可能會出現問題喔 三隻毛兵擋住正面 然後城樓沒有繼續插 沒有挖石頭 這四隻刺猴上前直接硬尻 道德一隻村民都沒有死 拉走了 殘血了 村民繼續上 好這邊槍兵 要不要賭一下呢 這邊要不要賭口 槍兵有按嗎 他家裡也沒有均勻欸 哇靠 一個均勻都沒有 他只能把槍兵往回拉了 哈哈哈哈 好難受阿 哇 黑拉偷織布 道德偷軍營 這個 這個我能理解阿 希希里確實不用蓋軍營阿 他這個城樓就可以取代了 這個前置軍營阿 然後就可以出這個射箭牆的兵了 好 這個真的是 挺屌的 好 這場爆炸了 這場應該是爆炸了 沒救了 希希里 道德這邊 這裡感覺還要再圍阿 這裡圍一圍就好 木區圍一下這邊防守稍微控一下就好 好 這邊槍兵過來 這邊再打一下 黑拉就在那邊一調戲他 村民就飽了 就飽了 有圍起來嗎 有 這邊開始在圍了 這邊那個洞 欸 這裡沒有 居然沒有立這個 城牆 沒有立這個城門在這裡 哎呀 尷尬啦 哇 村民直接被砍死 海拉殘血去蓋 哎呀 道德 道德真的是 哎呀 哎呀 1比1 互換擊殺 好 這邊也是打鬥一波 村民拉一下 然後還是有城樓防御住了 好 這時候黑拉點下來一擊射 看這個 這個文明很奇怪 點一點怎麼黃金越來越多 命沒有挖黃金 黃金越來越多 科技一直補上去 一擊農一擊木 黃金還多出來 這就是西班牙的黃金補陣 非常有感 以前西班牙是沒有這個研發科技獲得20黃金 是這次 4月改版的時候 才有的能力 這個能力 確實補足了西班牙前期黃金不夠的問題 但他前期其實也沒很缺金啊 我覺得 其他文明來說的話 應該是更缺金才對 可能 可能也知道 可能作者知道西班牙正負責很貴吧 然後後期有小也要大量黃金 導致西班牙的勝率很低 所以想要補正一下黃金的問題吧 這是我個人猜測 這邊工兵就去騷擾 應該很快就可以守住了 這邊3隻刺頭加上5隻毛兵 有點擊射嗎 沒有 那這邊毛兵可能要貼得更近一點 先射掉對方的工兵 然後刺頭就可以上了 先來看一下 工兵2隻而已 很好解決 毛兵要不要直接上呢 這邊有點顧慮喔 在想要讓刺頭去前面先吸一點 上按還是要先做個包夾 還是要按更多的毛兵呢 沒按 這邊在調戲 調戲DOT的兵 哈哈哈哈 好 這邊稍微鬥一下 想要射奴兵 沒射到 這邊沒有一級射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貼得很近的話 是很難射到的 好 上前貼近 射了一發 打到了工兵 工兵剩下5滴血 用刺頭直接收掉 剩下的單位 直接用毛兵做一個互換就可以了 好 這邊毛兵可以走了 好 沒有毛兵的事喔 直接用刺頭去打就可以了 好 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下的城堡 實在 好 薩金特衛隊出來了 啊 對啦 薩金特衛兵 可以慘啦 我記得有個版本是不能慘的耶 還是他其實一直可以慘 然後是之後才增加長槍兵的 我是知道長槍兵是之後可以慘的 這個 這個記憶真的太曖昧了 這個記憶真的太曖昧了 好 OK 這邊看到石礦在挖石頭 那為什麼 道特會只衝石頭去喔 主要是因為他是西班牙人喔 只要有老一輩的玩家 你們都知道 西班牙的征服者 這個單位是非常難處理的 好 只要一出來之後 基本上是沒者 所以道特 不是道特 黑拉這邊直接用買石頭方式喔 直接買了一棟城堡 那待會西班牙征服者一出來 這個薩金特衛隊就很難處理了 那薩金特衛隊一出來 城堡實在的優勢就是 近防都是三防 點下一防之後遠防四喔 城堡的話 城堂東西只會打兩滴血 非常的癢 哇 這邊換到非常多的村民耶 殺了九村了 這跟城堡蓋不太起來 哇靠 西班牙 蓋城堡應該是很快的 雖然也沒有西系里 快入室了 但是 居然蓋不起來 剛剛那麼多村在蓋耶 我剛剛想說 這個已經蓋得起來了 不用看了吧 然後就 呃 居然被 道特這邊 薩金特衛隊爆 直接爆死了 那薩金特衛兵呢 他這個血量也是非常多 75滴血 是僅次於這個 波蘭的戰錘兵喔 戰錘兵也是血量超高 遠防很高的一個單位 但是 薩金特衛兵的好處就是 城樓可以直接出出 即時補充兵員 而且 禁防來說的話 也是比 戰錘兵還要高一點 好 直接出了傳教室 想要來找一下 對方的薩金特衛隊 我怎麼一直加衛隊啊 衛兵 好 趕快出襲燈 襲燈趕快按 那這個修道院的 騎馬僧侶呢 這個傳教室喔 他的 招翔距離喔 是比一般傳教室遠一點 但是他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可以稍微倒帶跑 那他還有一個優勢 但是他還有一個缺點喔 他是不能撿聖物的 所以這個傳教室喔 可能前期不能按太多 按個幾隻就好 還是要按一半的生女喔 去撿聖物會比較好 好 這邊火槍兵直接收掉 好 看到兩台衝車已經開始頂 想要直接硬解掉 HERA這邊的衝車 後面也是有一隻生女在招翔 可能要招到囉 這個有機會 唉唷 再一下就嗡到了耶 好 可是直接被射死了 城堡射到了嗎 好像是耶 城堡射的 好 這邊衝兵再繼續用全套 直接扁衝車 哇 這樣有點危險喔 後面這個箭塔也在輸出 而且一直有殺精衛隊在這邊打 後面傳教室招了一隻 反擊回去 那傳教室的血量也很多 50滴血 那這有7射程 跟一般的傳教室差2射程 這個招翔距離 哇 這個還按自爆兵來炸衝車的意思嗎 好 終於把這個箭塔給射掉了 那這樣村民就可以安心的直接輸出了 那看起來 DOTR這一波是失敗了 把這個衝車給取消掉了 決定 我想還要頂掉這隻村民 差4滴 好 終於打下來了 那這邊黑拉就可以考慮要不要點這個475 救贖思想 去招翔對方工程機製造所 還有這個射箭廠 兵工廠 消灶院好像不能招吧 印象中 消灶院不能招的樣子 好 襲著人過來兩槍 哇 兩槍就夠了 不用三槍 太狠了 可能點下神聖思想 才可以 才需要三槍吧 現在兩槍就夠了 啪 他怎麼不啪 他卡住啦 卡蛋了卡蛋了 笑死 每次看這些高登在打的時候 每次都是有那種 很雀躍的心情 就覺得 哇他們真的好秀啊 即使我看了這麼多年的世紀帝國 還是覺得 這個世紀帝國太有趣了 管法太多了 然後戰術多元 跟經濟又有關 最近喔 我在直播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星期三 星期六 星期日的晚上六點 都會直播世紀帝國戰役喔 當然幫大家同樂一下 也不是同樂啦 就娛樂 玩直播這個戰役給大家看 因為有些玩家們喔 可能玩戰役想要看劇情 或是想要看後面的關卡 自己玩太累了 我想說玩給大家看 當然有觀眾在那個聊天室裡面說 這個說那個 欸 說什麼 我突然要講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欸 牢了是不是 出牢陣 欸 是跟年紀有關係的話題嗎 還是跟西陣有關係 我想一下 真的老耶 我們先回到比賽喔 待會有想到我們再繼續講 啊 我想起來了 最後有觀眾問我說我天梯是幾分啊 然後我就說我是開服的時候 然後我就打到1400分吧 好 那時候是1300分吧 然後之後慢慢爬 跑到1450吧 就真的是1450 真的有夠綠的那種1450 好 那到了1450之後 我就沒有爬分了 為什麼不爬分呢 是因為那時候的viper 跟道德 那些頂尖高什麼 像KL他們 他們根本沒有在決定版這裡爬分喔 他們還是在BO那邊玩 那時候才開服不到一個月吧 好 那時候就差不多爬到那個分數了 然後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都爬到世界前50米 還前10米了吧 然後就覺得 幹都沒有高水啊 好像怪怪的 然後想說 幹我根本就在虐菜吧 連天空熊他們好像也沒什麼在爬 然後我就不想爬了 然後過了幾個月又回去玩 那為什麼我不爬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怎麼爬都是1分 然後輸了又會扣很多分 怎麼爬都是加1分 所以我覺得爬分爬得好累喔 所以我才不爬分 好 算了我是要講這個沒錯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覺得 雖然世紀帝國玩那麼久 然後有時候 那時候爬分還有個問題喔 就是因為你遇到的都是新手比較多嘛 因為大家都是看到這個 世紀帝國決定版 新的版本出來 大家會想要來嘗現嗎 大部分都是新手 然後我遇到的人 可能有8成都是新手啊 打了10場裡面有8、9場 都是加1分的內容 就代表我虐了很多新手 有點在勸對其他玩家的感覺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不太敢去打天梯喔 怕勸退太多新手來玩 那之後的時間裡我都是忙工作 就沒有時間玩世紀帝國 所以分數一直沒有爬 當然也是因為直播的關係喔 其實那時候我玩 世紀帝國開 在Twitch開直播的時候 是我人數最低的時候 我那時候玩其他遊戲喔 都比世紀帝國人數還要多 但是我還是開了一年的世紀帝國的直播 然後跟大家同樂 快兩年才對 不是一年 快兩年時間喔 都是跟新手們一起玩AI 讓大家對這個遊戲 比較有一定的認識 然後去輔助大家 教大家怎麼了解這個遊戲 但我發現這個效果其實不是很明顯 所以之後我決定不做直播了 然後跑出來做YouTube 這是我一個從Twitch轉為YouTube的一個過程喔 那可能沒有在影片上面跟大家講過喔 那剛好這個時間點喔 讓我最近想到最近的事情喔 跟大家聊一下 以前世紀帝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喔 那至於 VOO是什麼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看我的自我簡介裡面喔 那個有完整版的名稱喔 VOO算是一個 像是以前台灣GGC一樣的平台 但是它是國際平台 那以前的世紀帝國的高手們 國際高手們都是在VOO那邊打的 以前我也是也在那邊打 雖然那時候分數不高 也是 少 就是小玩小玩一下而已 那時候ChIP也在那邊玩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 城堡蓋了出來 這跟城堡蓋這也不錯喔 回到比賽中 剛好這兩邊喔 都在那邊小打小的喔 剛好聊一下過往的事情也不錯 這邊可以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城堡蓋起來 西陣該要退 這裡有五棟城鎮中心喔 5TC開農 道特這邊是104村村民領先 大約30村了耶 很多 西班牙這邊的是3TC樹上帝王 4TC才對 但它這個第4個TC下的比較晚一點喔 快要可以點帝王時代的時候才下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可以看成3TC上帝王 然後升帝王時代 再用4TC開農的方式 好 那打西陣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生鋁喔 加戰寶兵去反制就可以了 那道特這邊是選擇了5TC開農 然後用修鋁 用這個生鋁去反制而已 你看這個有點煩 一直射 好 這邊再圍一下 總共是6隻西班牙征服者 OK 這邊西西也是要來打索子甲騎士喔 這個意圖很明顯 4個馬就已經按出來了 好 等一下帝王時代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個前期打的真的是蠻漂亮喔 這場 OK 還是按了一半的生鋁來撿一下這個 聖物 好 稍微拿一下 吸增的血量 這在砍什麼 這個彩晃底 好 聖女沒事做了 生物都撿完走過來 再來 要來招一下嗎 招一下村民 好 吸增直接上前開農 一槍下去 沒死 三槍直接倒一隻 再來一槍 再來 好 只被招到一隻 很划算 那隻聖女趕快收掉 喔 砸掉了 水 這個吸增砸不掉嗎 收不掉 收掉 NICE 吸增也沒了 OK 騎士衝得出來 現在點下了易防 防禦才剛開始生而已 先點掉對方的頭子車 好 先抓聖女 聖女比較重要 哇 還是被招到兩隻騎士 到了這邊有點小虧 黑亞這邊戰術很漂亮 直接用自己的吸增去 通襲 好 把後面的聖女發到後面 騎士一通出來 就直接才遭翔 這個黑拉已經有心理預判了 對方會出騎士 好 兩隻聖女臨死之前 還是做到的事情 不虧 好 點下了洞裝騎士 現在資源非常極限 哇 沒有一個資源破百的耶 只有石頭而已 這個 這個 資源化的超級猛 所以很多頂尖高手都是這樣走 資源用得非常非常極限 好 這邊134村 村民要繼續按嗎 要按到150村 好像可以喔 150村戰術陷上正夯 而且也很有威懾力 但黑亞這邊黃金也太多了吧 所以我才說 西班牙這國民玩起來沒有很缺金啊 但是卻給他這個 沒點一個科技 再加20黃金這個效果 好像有點補陣太強 雖然我覺得這個補黃金的效果 是讓西班牙前期比較好過一點的感覺 他後期的話真的是 黃金會蠻多的 因為這個三級弓 三級射或是三級鎧甲 黃金都直接省下來 真是蠻省的 哇 這邊在招大兩隻騎士 舒服了 但是還好 這邊被招走的錢 是還沒變神的 你看這邊中裝騎士 這兩隻沒有變神到 還可以接受 右邊這邊直接圍死 這邊挖手挖到一半瞬間圍起來 反應非常快速的 這邊後方再補下一棟城寶 大奧特沒有看到上方有兩塊黃金喔 應該要只充黃金處才對的 西班牙這邊點下475 救贖思想 宗教狂樂 還有啟示思想 生旅科技基本上要點好點滿了 那目前黑亞的策略 是要來出犧牲 然後搭配生旅的錢壓 那這個打法的話可能就不會出遊俠 因為如果你要打遊俠的話 這個時間點差不多就要去按 但他這個時間沒有按的話 可能就不會按了 因為他到後期要再按遊俠的話 可能會按得更痛苦 不然就是直接轉疾兵出來 去硬扛 好這邊犧牲上高地 反擊一下 好 重重騎士 直接殺了進來 三房金好了 很在抗箭矢 但是城堡一樣抗不住 這一波殺進去 黑亞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村民處依舊還是道特領先 現在是144村打134村領先10村 但是西西里這邊送掉自己所有的騎士 其實是以這樣的交換比來說 黑亞不虧的喔 而且這兩棟城堡位置真的是太棒了 高地點然後是低處 然後兩棟城堡都可以相輔相成 可以守到城堂中心附近農田村民 而且又 而且如果待會再點下這個彈道學喔 這個防守能力會更好一點 現在還沒有彈道學有點可惜 好這邊果然使用生旅大隊 直接硬招掉了三隻生旅 道特這邊不堪被招翔 直接拉了走 西澤已經點下了金罐 然後再補下了霸權科技 霸權科技點下之後 這個村民血量會變成80滴血 攻擊力還有九弓 近防三遠防刺 好 非常的慘 好西班牙征服者 繼續按 這裡要繼續按吸陣喔 這裡吸陣不會停喔 這邊要點下銀罐喔 一端審判 那一端審判點下之後呢 可以增加生旅的招翔速度 可以招得更快一點 不需要 摁那麼久 一直摁 不用摁那麼久 好 點下聖的 experiencia 第一次十字軍東� también 這裡點下去之後呢 每一個承贈中心 都會產出五隻 薩金特衛隊 這個能力呢 還可以讓自己單位 有抗招翔能力喔 算是有點 防守 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不是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是 cakes4 一個施數的科技效果 蠻特別的 希希跟西班牙倫 這個兩個能力剛好是相輔相成 重傷騎士 鎖子甲已經好了 2加6遠防8 近防6 非常坦 而且他有這個減免陸地單位的 額外傷害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著想 用西彈去做一個人強的動作 想要把衝過來的騎士包住 然後用自己的生女去招翔 但招翔速度並沒有很理想 因為這邊已經點下了第一次十字運動陣的關係 所以招翔時間還是有變久一點的感覺 好像沒有加成的感覺 但是這邊利用大量的火箱 後面加上生女瘋狂補血 把這些吸陣的血量一聲聲的拉回來了 冥土追魂就是這個意思嗎 哇 直接奶爆 這個在玩什麼RPG遊戲嗎 後面一堆生女在後面補血 前面坦克 砍住傷害 瘋狂輸出 好 鎖之駕騎士直接衝到城堡裡面 砍個一波 但是有彈刀血的關係 鎖之駕騎士還是死傷慘重 家裡出來的吸陣跟生女直接燒響掉了 帶著內亂 正面的西彈征服著 再繼續開槍 距離頭石已經架了起來 後面有更多的生女 傳教士在後方 做一個等待 西西這邊轉出了非常多性騎兵 看來是想要先針對對方的生女大隊 因為這個青騎兵打生女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砍這個很痛 當然還是要砍四刀 傳教士六十五滴血要砍四刀 砍蠻多刀的喔 這根城堡可能補寶了要掉了 更多的青騎兵補了上來 但青騎兵的話吸陣就很好打 基本上沒什麼防護率 隨便射個幾槍就倒了 這邊老頭的數量還是保守的蠻多的 還有蠻多隻的耶 七隻生女 但青騎兵一直補上來 吸陣能夠瓦解掉嗎 這邊再繼續用老頭去招對方青騎兵 不太划算 我覺得這邊出重頭也不行 西西這邊可能要轉出強弩吧 但現在轉強弩可能來不及了 因為鎖子甲已經點下去的關係 黃金耗費太多 然後這塊黃金又不能正常挖 如果這個黃金可以挖的話 還有幾乎可以轉出強弩 像這個局面的話 西西里人只能打青騎兵配戰卯吧 可能只能這樣子 我的猜想 但短戰卯的話又沒有威懾力 又能被對方的重頭騎士給壓制 所以現在 兩頭燒 好 這邊點下忠誠信仰 忠誠信仰點像之後 還可以繼續抗招響喔 非常抗內容 那好像他沒有這個異端邪說吧 沒有這個一千斤喔 然後被招響直接死去的科技的關係 有忠誠信仰再加上西西里的 第一次十字軍東針 這兩個科技會再加成上去嗎 抗招響抗得更久一點 這巨頭好痛 五巨頭 我猜太快了吧 也沒有點這個圍牆技術喔 很快就爆了 好 那西西里的這邊點出了火炮塔 開始來打火炮塔攻勢 哇這個幹很多 哇這個火炮塔很難殺出去了 直接正面封鎖 謝西里人在裡面囤了一波冰 最後一棟城堡在這個位置 西東城堡要是也掉了 他就不能產出巨頭司機 只能靠工程器了 這個衝車去拆對方的火炮了 火炮塔 好這邊少量肉馬在後面做騷擾 看起來有點極限 被聲插進來 火炮塔越插越裡面 OK最後一波冰 來看一下這一波的對決 先前面上去 哇靠 勝率大隊十九隻 三隻 好開始陰招 來看一下這邊勝率招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五隻 三隻 現在招三隻四隻五隻 後面的瘋狂補血 哇這個血量變化非常漂亮 但是火炮塔傷害太高了 一炮一隻重裝騎士跟輕騎兵啊 輕騎兵損失大量 重裝騎士也扛不住火炮塔的威力 損失殘重 直接砲擊 兩炮一隻重裝騎士 後面的火槍兵繼續補下傷害 哇完了 沒了 這一波最後的波紋 DOT結束了 他最後一波的騎兵衝鋒 打出了 GG 哇 黑拉這邊超多火炮塔 直接瀕臨成像 他敢衝鋒過來 就直接被火炮塔給擠火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 黑拉這邊贏下一些些的 那15可能會輸給CC裡 果然 因為CC裡的農田的加成是很多的 黃金上來說 黑拉還是多了一點點 但其他資源來說 並沒有輸太多 DOT 所以有點打得誤誤開吧 但這個食物獲取量 多了快要8000 9000多的黃金 這個食物還是蠻多的 那35個黃金 都是到了黑拉手裡 黃金產了2800 也是著實給力的 是才可以產出這麼多的傳教士 傳教大隊配上這個吸針 非常的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